国居热潮持续升温 近期大热的两部作品 与凤行和追凤者成绩都不错 一部带你穿越仙霞世界 一部则深入谍战风云 让剧迷们大饱眼福 而在这两部作品中 赵丽颖和李庆的出色表现尤为抢眼 不仅演技在线 连赤戏都让人叫绝 在与凤行中 赵丽颖饰演的魔族凤凰沈黎 在逃婚路上沦落人间 却意外品尝到了红尘美味 剧中一幕 沈黎对着一块色泽红亮 肥瘦相间的红烧肉大块朵頤 那香滑的口感仿佛能穿透屏幕 引得观众垂涎三尺 赵丽颖的吃相不仅真实 更透露出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与真实 回想起她以前扮演的角色中 那场吃小笼包的戏 虽然包子是后期特效 但她的表演却让人信以为真 嘴唇和牙齿的细微动作 都透露着对小笼包的真实和喜爱 而在另一部剧中 李沁的吃戏也同样出彩 在剧中 她饰演一位地下组织成员 面对诀别的时刻 她大口啃着玉米 泪水与食物交织 那一刻的情感深度 让人动容 这种真挚的表演 不仅展现了情报工作的艰辛 更凸显了李沁作为演员的敬业精神 回顾她之前的作品 白鹿园中的田小鹅饿得只能吃野菜 那种生活的无奈与艰辛 在李沁的演绎下栩栩如生 然而 反观当下那一圈 真正能像赵丽颖和李沁这样敬业的演员 似乎并不多 有些演员在戏中吃饭的场景 简直就是在糊弄观众 比如刘诗诗在某剧中的吃戏 无嘴戏讲慢咽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嘴里其实什么都没有 这种表演 不仅缺乏对角色的深入理解 更缺乏对观众的尊重 沈月在另一部剧中的吃饭戏 也让人大跌眼镜 他端起碗狼吞虎咽 但碗里却空空如也 点一点稀饭或汤汁 都没沾到嘴边 这种假象让人一眼就能看穿 说到吃戏的尴尬 杨颖的表演更是按人啼笑皆非 他拿起一块糕点咬了一口 然后假装咀嚼 但糕点的大小却纹丝未变 这种明显的假之行为 不仅缺乏对观众的尊重 也反映了他对演员职业的侵蚀 在综艺节目中 他的吃戏更是尴尬到了极点 虽然他后来解释说 那是因为道具不能咬 但这种解释 显然无法让观众信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那些真正敬业的演员们 人民的名义中的侯勇老师 吃炸酱面的场景 成为了经典名场面 那种对生活的细腻体验 让人感同身受 我不是要神中的王传君 为了角色 需要一次性吃了四十个包子 这种敬业精神 让人肃然起敬 赵丽颖和李沁的吃戏 不仅展现了他们的演技和敬业精神 更让那些只会假吃的演员们 感到汗颜 希望内渔圈的演员们 都能像他们一样 用心去感受角色 去体验生活 给观众带来更多 真实而深刻的表演 只有这样 才能赢得观众的 真正喜爱和尊重